我叫廖玉萍 2005年从中国的广东移民来美国 现在是美国县域陆军的军人 我那时从小体弱多病 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很忧郁 很自卑 然后很内向 都常常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 最严重的病就是偏头痛 鼻炎还有忧郁症 每次偏头痛发作的时候 我都想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 因为确实痛得很厉害 我也吃过很多药 看过很多医生 都没有办法跟自我这个偏头痛 就是影响我的工作学习 造成了我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经常失眠 鼻炎也是令我很烦恼的一件事 因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还经常流着鼻涕 很尴尬 很难堪 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治疗 鼻炎的药物和方法 这个病就一直从小伴随着我到二十来岁 除了这两个比较严重的病 我还有肩周炎 肾虚 另外还有忧郁症 自己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要受这么多痛苦 所以我就常常会觉得自己想 算了 还是离开这个人生 就在我感到非常绝望 非常痛苦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遇 也许是佛菩萨的安排吧 我在1993年就遇到了紫光上师 我跟随紫光上师修学光环密中密法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 我的偏头痛就消失了 我感到非常的神奇 而且非常的开心 因为偏头痛确实困扰了我很多很多年 也让我十分的痛苦 在这半年内 我每天坚持修持光环密中密法 我的肩周炎 鼻炎 失眠 还有忧郁症 也逐渐的消失 我感觉到 遇到丧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四子光丧失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使我拥有健康的身体 自从修炼了光环密中后 到现在 我几乎都没有去医院看病 打针吃药 这也是非常神奇的 也为我节省了 非常可观的医疗费 自从修炼了光环密中以后 我变得积极开朗 容易接受外来的事物 有了做人的意义和方向 所以我非常感谢子光丧失 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2009年 我加入了美国的陆军 和我一起参加军训的士兵 大部分都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 我已36岁的高龄 与新兵们同时完成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若是在没有参加光环密中以前 我是绝对没有勇气去接受这一项体能和薪资的挑战 由于军中有很多无形的压力 很多年轻的士兵都会尝试 用酒精和药物来放松自己 如果他们能有机会 修炼光环密中 聆听子光上师讲法 那就可以用密法去消除自己身上 所遇到的压力和烦恼 我在这几年的均匀生活当中 包括一年在驻守阿富汗 时常会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和种种的压力 我是靠着每天坚持修炼光环密中来减轻 这些压力还有消除心理的障碍 我还时时感觉到 子光上师给我的加持和诱惑 所以我非常感谢子光上师给我的加持和帮助 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军中的各项任务 由于多年来坚持不断地修持光环密中密法 使我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平和的状态 以40岁的年龄 还能保持年轻的相貌和充沛的体魄 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修持光环密中得到健康和青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